嗨 What's up 來啦 對啊 剛剛結束簽售 現在回宿舍了 因為弄了造型 所以現在沒辦法把它梳回來 原來的樣子 讓我先把頭髮整理一下 那就開始 好啦 不用了 這邊 再給你們 10秒鐘 走過路過不要錯過 走過路過不要錯過 對啊今天偷要去補色了 因為 反正就 不知道為什麼 不跟你們說什麼去補色 好 好啦 該進來的都進來了吧 今天星期五晚上 剛剛 別再用什麼要去加班啊 要上課的什麼事情 剛剛就 簽售完之後 簽售完 然後 簽售之前已經吃過飯了 就吃 我們公司的 飯 不 我的天啊 你害怕 你想要說你好嗎 這是微博的生命 為什麼你來這裡說你好 大家在外面 我叫他進來 但是他不進來 不知道為什麼 天啊來來來 寶貝來 寶貝來來 來 來 你心裡 來 來 他們真的不看到你 在微博的生命 是 你出來了 等一下我喝水 你喝水 寶貝來 寶貝來 現在兩隻貓貓也很開心 對啊 今天真的太熱了 今天至少有 31度吧 對 雖然我穿成這樣 但是你們也知道 我喜歡夏天穿衛衣 其實你說我今天 做簽收的時候 有好多人跟我說 就是 他們最近壓力很大啊 什麼的這些的 然後 然後 然後說 就是 跟我聊天這兩分鐘 可以讓他們 換解壓力 什麼的 對啊 CALM BRUH YO L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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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M LUI Say hi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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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他剪頭髮了 很現代感覺像回到他 剛出道的時候 你好 我是 李永俊 2021年出道的 新 歌手 你好 新歌手 LUI I think I'm tired Yeah I know L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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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your time to shine BRUH L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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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II L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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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CATS 我喜歡你開始直播的時候 你好,今天是5月,什麼?你說什麼? 我沒有說過 大家好,今天我剛成熟完 剛才我看到我的頭髮也是 大家好,你好,進來 今天是 我沒有說過 對,你剛才說過 我沒有說過 沒有,我已經結束了 哦,Leon,來吧,給我一個大招呼 別改變 Tayn開始在罵人了 他又在欺負我 沒錯,他正在欺負我 這個不是欺負,我不喜歡你 你不喜歡我 不是,不是 我的意思是 我不想讓你們 不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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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的話,要欺負吧 更多愛,更多欺負 欺負 對 所以,我可以在顫抖你嗎 我愛你太多了,我想在顫抖你 那是戰鬥 那是不同的 欺負 你用單詞欺負 用單詞欺負 你不要用這個 用你的胸 這個有點疼 輕輕寶貝來 OK 寶貝要走了 拜拜 要練 他練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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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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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說 就是 對 很多人跟我說 跟我聊天的兩三分鐘 可以 就是 讓他們暫時忘掉 現實生活的壓力 但我覺得 至少如果能做到這個的話 也算是 成功了吧 這樣子 對啊 因為畢竟 我們 我們的 工作本來就是要 帶給大家歡樂 對啊 所以 我是覺得就是 我給你們的話 就是 只報喜不報憂 只報喜不報憂 沒錯 對啊 嗯 因為 如果我還跟你們說 我自己的壓力 什麼的話 讓你們更擔心 我覺得 這樣子是我的不對 然後是我的實質 所以 我得把自己 就是 因為畢竟 怎麼說呢 就是 工作嘛 我們的工作就是 帶給大家歡樂 然後讓大家可以回家的時候 放鬆 這個才是 我覺得一個 好的 藝人該做 就是 大家帶給大家正能量 然後 讓大家 平常 回家的時候 可以放鬆 然後幹嘛 如果 你想想看如果我每天都在跟你說 我今天壓力多大 然後遭受多少痛苦 你們這樣聽一聽 你們壓力更大 不是更那個嗎 就我覺得吧 人 都得要有壓力的 不然 你活在這個世界上 有什麼意義呢 不是嗎 如果你有壓力的話 代表你在意一件事情 然後 代表你想去完成它 你想去好好的完成 這就是壓力的來源 所以我覺得壓力 也不是一件壞事 這只是代表你的 你的這個心在不在 就是你想要去 做好這件事情 你才會有壓力 對啊 其實 我覺得 算了不說這些 我覺得這些 東西 大家都知道 對啊 然後 然後 所以每次聽到你們跟我說 就是 啊 因為跟我可以 看我直播 然後看我的 contents 然後看我的 照片啊 可以讓自己開心 的話我也覺得 啊 那這樣就是我做到了 我這樣做的 應該算 好了 可以讓大家 開心 就是 我是覺得啊 每一個 做我們這一行的人 一定都有自己的辛苦嘛 但是 說實話 跟你們 就是跟大家講 這個辛苦 是沒有什麼必要的 我之前好像也說過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 比如說像我 我就不喜歡去跟 別人討論我的壓力 因為我覺得 沒必要 這種東西 自己就可以 承受得了 為什麼要去讓人家 跟你一起承受 但是呢最近 我有點改想法 就是 如果有一個人 可以跟你一起 就比如說 你的好朋友啊 什麼的 可以跟你一起 去 分解這個壓力的話 其實是對 你特別好 因為 所以 嗯 對 是不是這樣想 但我是覺得 我這個人吧 可能就比較 不會那麼 容易 就是 有壓力 因為 我其實是 解壓的方式 特別多 對啊 就是 打遊戲啊 現在還有什麼 看魚啊 對啊 然後 看視頻 就是有時候我自己會開 YouTube 然後看一些 就是 就是這種好玩的視頻啊 講歷史啊 講什麼 奇幻的事情啊 講外星人這種 我都會看 然後 對啊 這就是我解壓的方式 所以 當然 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嘛 就是我很 慶幸 我找到了自己解壓的方式 其實我是覺得就是我們不是有bubble嗎 所以 我有時候也會 我盡量吧 因為就真的 有時候 那個評論真的太多了 你滑不完 就是 一直滑滑滑滑 滑不完 所以但是我覺得有一些時候 就是比如說 有些人真的問我一些比較 深一點的問題的話 我會去好好的看 所以我覺得你們也可以 有時候你們也可以跟我講 就是我也希望可以成為你們這樣子的人 就是可以跟你們一起分解壓力的人 然後 對啊 就你們就儘管 往我身上 丟這個東西 然後我幫你們解決 啪 有考試的人真的加油 考試真的 很看 就看你有沒有好好念書 但其實有時候也沒辦法 有時候也是 當天的狀態什麼的也很重要 就跟我們之前評價會一樣 就是 你不管練得再多好 要是你當天的狀態不行的話 那你就是不行 看魚 魚不知道給你們看過了嗎 在後面呢 不是 在這邊 在這邊 哎呀 哎呀 沒有 最近就是 也是一個新的興趣吧 我喜歡佈置魚缸 我喜歡人把 魚 就是我自己喜歡的Style 是比較像那種 像草 像熱帶叢林一樣的感覺 所以我就會把我的浴缸放很多那種 草啊 木頭啊 然後 我用的不是 我的用的不是那個什麼 我用的不是沙子 我是用 就是那種 我用土 來那個 布置地板 這個 褲子裡面好像扎什麼東西 好刺 You're worth that 為什麼那麼刺啊 Oh my god 我沒有把這個 Tag拿掉 難怪我今天一直 那麼刺 疼死了我 唉 好 毛飛起來了 為什麼穿場秀 因為我喜歡 對 你這樣說之後 突然想到 我喜歡在很冷的地方穿 就是 雖然是夏天 但我喜歡開空調 然後穿成這樣 然後 就感覺暖暖的 對 練習生的時候嗎 練習生的時候 其實 我感覺自己 算比較幸運的吧 就是 比較順一點 我感覺其實就跟上學一樣 練習生的時候 其實你記得的東西 不是你跳過什麼舞啊 你唱過什麼歌 而是就是 你跟那一群練習生們一起練習 然後中間的那些小插曲 那些是會讓人最記得的 就有點像 因為我其實是高中 我是國 初三的時候 我來到了公司 所以我基本上 我是沒有上過高中 但是 在公司的這一年半 對 兩年 兩年差不多 在公司這兩年 其實也是 就有點像 彌補了高中生活吧 因為 就是 都是一起嘛 我剛來的時候 只有 我剛來的時候只有 還有 Hendry Lukas Kun 三個人 跟我一起 然後 那個時候 Win-Win 在 那個嗎 在 已經出道了 然後Ten也已經出道 對 然後蕭俊是晚一點才來 所以那個時候 其實都是我們四個一起玩 然後我們 四個以前也用一間房間經過 對啊 但其實很短 那段時間 然後就 18年的時候 他們 也出道了 對啊 最難的時候是怎麼度過的啊 我想一下 啊 我最難的時候 我記得是什麼東西 其實 我覺得我最難的時候 是 因為 我是 零 基礎 來公司的嘛 然後 其實你 當你是零基礎來公司的時候 你學什麼東西都特別快 不管是誰都是一樣 你就學特別快 但是呢 你會遇到一個撞牆期 這是一個很神奇的事情 當你遇到這個撞牆期的時候 你會完全就 Oh my God 你知道 那種感覺 然後 然後 但沒辦法嘛 就是 你還是得 做 不然就回家 就是這兩個 你要嘛 是進步要嘛回家 對啊 拼緊期 撞牆期不是可以說 但是其實以前跟我花最久時間的 就 我跟Hendry是在 就是 練習生在一起是最久的時間 然後 甚至到後來 到後來 只剩我跟他用一間宿舍 然後每天就我們兩個自己去練習 然後 當秋千 啊 那個特別好笑 因為那個時候 是 Christmas 的時候 Christmas之前 然後到過年那段時間 然後 那個時候因為是練習生們放假嘛 然後我們那個時候 然後 我跟Hendry 就我們兩個人 因為他們其他人回家了 然後就我們兩個還在宿舍裡面 然後我們兩個就 無聊沒事做嘛 然後 然後 聖誕節那天 我們兩個一起弄了火鍋 然後 跨年那天 我跟他 因為 反正也沒事做嘛 然後我們兩個就跑到公園去當秋千 然後當著當著當著 就也 也就一邊聊天一邊當嘛 然後 就看到 也沒看什麼 就是發呆聊天 然後就後來就回去了 然後 你們看到後面那個了嗎 那是我一個很特別 很喜歡的一個 但 雖然 那幅畫不是 他自己正宗畫的 但是我就是 特別喜歡他這個東西 那他後面有寫一個 就是 就是 你做什麼事情都會有希望 對啊 我是覺得 你什麼事情都不做的話 你就不知道你會做什麼事情 得去試 主要是 我沒哭 我從 來 沒 我只有小時候哭 我 是 我記得的話 我後來我從來沒哭過 我一次都沒哭過 因為我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感覺我可能 應該不是說冷血吧 就是 我 我自己 我這個人啊 我感受到的感情沒有 比如說像德軍感受到這件事情那麼深 就他是一個很感情 就很觸感的人 就很觸感的人 但我好像不是 我感覺我這個人特別冷 就是 就雖然我平常是講太開心 但我有時候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我就很 我也是 就是 就挺安靜的 比如說 對應該是說我挺理性的 就是 我真的遇到任何事情 多傷心的事情 我都 哭不出來 對 我是哭不出來 嗯 這樣 這樣是好事嗎 我怎麼感覺這樣好像 有點 而且有時候啊 就是比如說 我們前天 我跟Ten一起看了一部電影 是 一個 叫做什麼 狼 嗯 狼人少年還是什麼 我不知道 那個 那個 雲子是什麼 反正就是說 有一個 小 有一個男生 他從小是跟狼一起長大 反正他的作息就特別 狼少年 對 然後 看到最後 他就突然說 Kajima 反正那時候Ten就爆哭了 但我那個時候 我一點都沒哭了 我就在想 感動是感動 但是沒有到讓我想哭的那個程度 你知道嗎 但是是真的好看 就你還是會有那個感觸 真的就是 我哭不出來 我覺得我危險比那麼強 我只有笑哭而已 這個很神奇 我笑哭的次數啊 至少是我 真的 真的 哭的 一千倍吧 對 對 但說實話我覺得我的 但我其實我想的東西特別多 就是 我每天都在想一些很多事情 就是 真的 你們要是以後有什麼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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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種 壓力大 或者是 想不開什麼事情的話 你們就 把我傳給我吧 至少 雖然我可能沒有辦法 真的哭你們 但是至少你們有一個人 可以跟他講 然後 然後 就至少說出來 會對心裡舒服一點 這是我覺得真的 嗯 就其實 我很多 朋友啊 就是 不管是現在的隊友 或是我以前的朋友啊 他們 或者是比如說像 其他朋友 這些人 他有時候也會來找我 講這些東西 然後我就會幫他們 可能因為我的個性比較理性一點嘛 所以我可以幫他們分析 就是他為什麼會這樣子 然後 對啊 會怎麼樣 會怎麼樣 然後 有時候就幫他們分析的時候 我也會想自己的事情 就是 原來人家的 在人家的角度是這樣子 雖然我的角度看是這樣子 但原來在人家 不一樣的人的角度 是不一樣的東西 對 這個時候我就真的 嗯 對啊 就了解了 真的 世界上每個人的想法都很不一樣 這種 與生俱來的吧 這個都是 每個人與生俱來的 他們 都不 每個人真的想法都不一樣 以前呢 以前我覺得 有那麼多事情 為什麼 有些人就是想不開 或是 明明 可以不要把自己搞得這麼累 那為什麼 還是想不開 但是 後來我就懂了啊 原來每個人都有不一樣的壓力 然後 對我來說可能是小的壓力 但對他們來說 可能就像閃一樣 就壓著他們 不行 但對我來說 可能我很容易 或者是比如說像 對我來說很大的壓力 對他們來說 可能什麼都不行 對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 每個人的點都不一樣 所以 我覺得 嗯 如果 假如說今天 我 這個是我想跟大家說 就是 嗯 我覺得 如果你們有 現在在看這個直播的任何人 如果你們有朋友 現在在經歷一些 比較困難的時候 你一定要去聽他們說話 這是真的 然後 假 但如果他不想跟你說的話 你別強求 對 但如果他們願意跟你說的話 你們一定要聽 然後 嗯 你不能去帶偏見看這個人 你一定要去聽他說的話 然後 去站在他的角度下 你不能站在自己的角度 這種時候 因為你站在這種角度 你站在自己的角度的話 你絕對是不會懂他的想法 唉 唉 不跟大家說這麼 傷心的話題 也不傷心 就是 這種話題 你們那麼想看他 唉 其實 這一隻 這一隻 他的家 是 這隻的兩 這隻的兩倍 但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 這一隻 哇 因為這一隻 是我第一隻養的 所以 他對我有一種特別的 因為 說實話 我剛開始養的時候 我養了兩個星期吧 也不算久 但是就是 是我一開始養的時候 我真的不知道要怎麼做 但是 就 也是 很幸運 他 真的 撐下來 撐過我這個沒用的主人 但是真的 我現在學會了 我知道怎麼做 我現在有經驗 但是所以 他 他真的是跟我 一起撐著的 所以他吧 他可以住這麼大的房子 而且他也是我最 上心的一隻 好 他們兩個呢 他們兩個就是 也是很開心 對 他們兩個就像 小鼓鼓一樣 小QQ 比如 你把手伸進去 他會來 這樣子 他們會來 用他們的鼻子叮你一下 或是 比如說他在睡覺 他在裡面睡覺的時候 但是你只要走過去 他就會遊出來看你 但我不知道他是真的看到你 還是沒看到你 而且 我一拿飯出來 他們知道他要吃飯了 很神奇 我覺得這是一個 我覺得特別神奇的意思 他們沒有名字 因為我不想給他們取名字 因為你 你給他取名字 你知道 你叫他他也不會回應你 那你給他取名字幹嘛 嗯 懂嗎 對啊 嗯 不假了 不假動物 我們不養 真的 其實 因為養動物也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對啊 也是 所以 先把我們自己的 現在的毛毛們顧好 然後 還有自己的魚們顧好 對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 唸唸嗎 最近 有 那天母親節有跟我們家人 視訊的時候有看到 對 它變得像一顆 不是一顆 它變得像一個拖把一樣 感覺 用它拖地可以把地板拖得很乾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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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做了我一個emoji 一個狗狗 然後 這樣子的笑臉 跟他開 我 很喜歡跟他開玩笑 因為他每次 他要嘛是 氣急敗壞 然後我就覺得 特別好玩 飛飛啊 飛飛 飛飛念念的弟弟 但是 念念很可愛就是 因為 念念是 念念先來我們家的 然後 後來我媽媽才去 把弟弟也帶來 飛飛帶來 好 因為一開始 念念就是他一隻狗嘛 所以大家都很愛他 就是小公主一樣 但飛飛來了之後呢 他開始失寵 他失寵他也會跟 飛飛 就比如說 嗯 可能我姊姊 因為我姊姊才是 念念的真正的主人 所以就是 如果我姊姊去摸飛飛的話 念念就會不爽 要嘛發脾氣 或者是要嘛就搞自閉 這兩 對啊 壓力 Patrick Patrick在這兒 放在這裏面 真的 吃醋太可愛 為什麼叫念念跟飛飛啊 沒有 因為我們 就是我們家 那我這一輩的都是蝶子嘛 就是我是羊羊 然後他就是念念然後菲菲 對啊 Bella我昨天才見到她 我昨天上去找蕭峻 然後就見到菲菲 呃不是 不是 見到Bella 但Bella很神奇 她到現在還不會忘了我 然後有時候 很好玩的是 因為我們家的貓 牠都會在那個窗戶這邊嘛 在窗戶這邊 然後 有時候因為 Henry之前不常看到牠們 就最近不常看到牠們 但是牠們可以 有時候回家的時候可以看 在窗戶這邊看到貓 牠就 超可愛 貓不會吃魚 百分之百不會吃 上次是個意外 我也不知道牠為什麼 牠可能口渴了吧那天 有一點可 有點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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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an't get 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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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一個人在宿舍 不孤單吧 沒事 我也會常常上去找他玩 TEN也會 我們常常 最近會常常上去找他玩 房間嗎 房間其實也沒什麼 就 就是把我一直很想弄的 弄的房間的樣子把它弄出來 對 後面其實是我 就是 搬過來之後最 最重要的 就是後面這一塊 這一塊是我最 喜歡的吧 因為平常我就可以 坐在這個椅子上 然後這樣看 我覺得很舒服 對啊 對啊 我最近 我現在有 影韻的算是 對 四條 本來是三條 但我 那今天又 買了一條 因為我本來是想去買植物的 但剛好今天 進了一批就是新的魚 然後我就再看一看 看到就 哇 簡直是我的夢中情魚 然後 為了它我又再買了一個魚箱 其實我每一隻 我每一隻魚都是鬥魚 對啊 那種 半月鬥魚吧應該叫 Half Moon 然後三隻是 半月 然後一隻是 那個 那個叫什麼獅子尾 就是它的尾巴是 像獅子一樣的感覺 就是比較 它比較 炸開一點 然後其他這三隻就是 比較優雅一點 對 對啊 給你們看一下 我的 只是先給你們看 那個 我的背景 等一下讓我給你看 就是我幫他們弄的方式 等一下又要翻過來 這是 對 就是弄成這樣子 然後這邊是另外一種感覺 這邊就是石頭 白色的石頭比較多 然後這邊是 就是木頭比較多 你看 它還挺給臉的 每次我要拍它的時候 它都還是會出來 打個招呼 白色的在睡覺 現在 真的很漂亮 然後這是另外一個布景 對 這邊是另外一個布景 這個比較大一點 這個 然後你看他們這個其實 很神奇的是他們可以這樣 就是睡覺的時候 我是給他們開成這樣 因為 他們也需要光嘛 然後 像他們的話 你還得買這種 就是 這是溫度的 就是把溫度一直調在26度 然後這邊是換氣的 然後這個大的葉子呢 是讓他們 就是 因為他們是熱帶魚嘛 然後他們住的水裡面 本來就比較酸一點 所以它可以讓 把那個水質變化 變得酸一點 對 然後這邊 這邊因為太大了 所以我還養了 就是 我還有這種就是 蜗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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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還有那種吃 垃圾的魚 對 這邊比較大的所以就這樣 給你們 sneak peek Oh my god 對 但其實我還 我到現在還是 新手 還有很多東西要學 所以 對啊 嗯 怎麼翻過來 還有很多東西要學的 所以 現在只是 只是 還在學習當中 所有東西 對 我的天 OK OK 好啦 今天 差不多了 湊個40分鐘吧 還剩1分半 看著我也舒服一點 然後 就是 最近 感覺好像很多 高中生 啊 什麼的要開始考試了 所以 在這裡 牽住 所有要準備考試的人 不管是考研啊 考高中 牽住你們 考試加油 然後 真的最重要的是 我覺得吧 最重要的就是 考試前一天一定要好好休息 別熬夜讀書 真的 因為考試前一天 你把身體讓好隔天 狀態好 是最重要的 然後 對 反正 就 祝你們都 考上你們 喜歡的大學 高中 什麼的 都希望你們考上 然後 對 就 加油 然後我今天 直播也差不多到這裡結束了 現在還剩40秒 所以我還要繼續 拉40秒的火車 跑40秒的火車 對 就是 其實啊 嗯 嗯 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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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呀 今天沒有摸摸 今天貓都在外面 對啊 因為有新的 雨進來 所以我得 我得就是 先把貓貓放在外面 我怕牠們 突然一個爪 就變晚餐了 嗯 好了 那就再見了 以後 有時間也會多看直播 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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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